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木萃頻道 今天我想跟各位聊聊手沖壺 那各位在購買手沖壺之前 會考慮什麼因素呢 在我的認知裡 我覺得現在會購買手沖壺的族群 應該都是屬於收藏性質居多吧 因為現在手沖壺的市場已經慢慢的視為了 現在慢慢的都被文控股所取代了 但是我對手沖壺卻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懷在 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 這些手沖壺真的是一個很熱門的商品 那我年輕的時候沒什麼錢 買不起這麼高單價的手沖壺 那所以這也算是原我年輕時的收藏夢吧 好吧回歸正題 我自己對於手沖壺的選擇只有簡單的幾項條件 第一個就是外型 品牌 容量 虎嘴設計 對 那為什麼外觀我會列入考慮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重視覺的人 所以手沖壺的外觀對我來講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我在購買手沖壺之前 我一定會先去看這把手沖壺 是不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我才會入手 那第二個就是品牌 那一般來講 我會選擇大品牌的手沖壺入手 那因為我覺得大品牌的手沖壺品質比較有保障 那第三個就是容量 那一般我選擇手沖壺的容量區間 我會落在600ml到900ml之間 那為什麼我會落在這個區間呢 因為我覺得手沖壺的容量如果太小 我們在沖熱水的時候 手沖壺可能會散熱太快 那容量太大 手沖壺又會太重 拿久了手會很痠 那第四個就是壺嘴 我覺得手沖壺最重要的就是控水的穩定性 這時候相對壺嘴就是特別重要 那我大略介紹一下手沖壺的壺嘴類型 就我知道的目前手沖壺的壺嘴有分三種 一種是細孔 一種是鶴嘴 一種是寬孔 那細孔壺又有分 像這一種一般的細孔 或者是像這一種集氣型的細孔壺 然後鶴嘴又有分像這種尖嘴型的鶴嘴 或者像這種寬口型的鶴嘴 寬口壺呢 我這裡只有一把就是像這種月兔印的 這一種屬於寬口壺 那我目前手頭上有這幾把是我自己收藏的壺 我等一下會針對注水特性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這裡有一張圖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張圖是我用手沖壺 模擬手沖注水30秒所呈現的注水穩定性測試 那波紋越平緩呢代表注水的穩定性越高 那左邊的數字越高呢代表注水的力道越強 讓各位先了解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實際注水狀況 首先先來介紹Kalita Port 0.9 鴻湖 那又俗稱為神燈 這一款手沖壺的容量有900ml 那其湖嘴的特性啊 能做出極細柔的水柱 在注水時啊各位可以參考一下圖表 穩定性極高喔 那因為注水輕柔 所以整個沖煮過程幾乎可以說是用鋪的方式在沖咖啡喔 整體的飽滿度甜度都有很棒的表現 但是神燈壺的缺點就是壺嘴太細 限制了最大水量喔 所以如果想要能沖大水柱的手沖壺啊 這款就不太合適喔 Takahiro 拿 這個字是念拿不是念鈴喔好不好 那這款手沖壺呢又成為坐壁壺喔 因為出水十分穩定 所以即使是新手使用啊 也可以如同坐壺一樣有穩穩的水流 那這款壺的容量有900ml喔 跟神燈一樣有極細壺嘴 都是屬於超好控水的壺款喔 拿的注水力道比神燈強勁許多 所以穿透力會比神燈還強 除了可以沖出不錯的飽滿度與甜感 酸香感也是有不錯的表現喔 那第三款 Smart Z 那這款的容量為550ml喔 那對我而言啊 我覺得550ml的容量有點偏少 但是啊 沖300cc的咖啡啊 也算是很足夠了喔 那Smart Z有一個專利的壺嘴 注水均勻 穩定性就如圖表所示喔 非常之穩定 而且這把壺可出小水又可以出大水 可控性很高喔 那對於新手呢 如果還未確定自己喜歡什麼沖房 這把壺確實可以值得入手喔 那這一把手沖壺呢 是卡里塔與日本厭世的聯名款喔 所以底部會多了一個supami字樣 這壺款的容量為700ml喔 壺嘴也是屬於細孔壺 但是這支的壺嘴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啊 出小水的時候水流可以做得很柔 那出大水的時候啊 力道又可以非常強勁喔 那整體穿透力夠 然後控水的穩定度高 所以整體給水的寬鬱度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而我個人給這支壺的評價還算蠻高的喔 可惜就是價格不太友善喔 Takahiro的標準版 那同屬於細孔壺 這支壺的口徑設計有8ml 那容量有900ml 整體的操控性對於新手來說呢 第一次使用是沒有辦法輕鬆駕馭的喔 它的注水敏感度算高 只要稍微手抖了一下喔 水流就會突然變大或變小 所以要想駕馭是需要透過練習的喔 但是只要訓練有數喔 這把壺就是很好沖的一把壺喔 而且這壺的出水力道很強勁喔 那再來這一把是Karita的波紋賀嘴壺喔 這一把的壺嘴就是屬於尖嘴型的賀嘴壺了 容量有一公升喔 這壺的水柱可以控得相當的細 細又帶有力道就是這支壺的特性喔 不但在細水柱表現優異啊 粗大水也具有相當強勁的穿透能力 這支壺是很多玩家的入門首選 那因為可控性非常高 是一把老手新手都愛用的壺喔 但是操控的穩定性呢就需要練習的囉 第七把月兔印 這支壺屬於寬口型喔 此壺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做出溫柔的大水 既可以輕輕的把水鋪在咖啡粉層上 也可以做出有效的穿透性 那很多職人都很愛用月兔印喔 可是要能駕馭月兔印啊 不只要練手的穩定度 還要練練鐵沙掌啊 這支壺裝滿熱水之後啊 手把會變得起燙無比 還真不是一般人拿得了的啊 不愧是職人的最愛喔 然後再來是 卡里塔Port 0.7銅壺 這款壺嘴屬於寬口4的賀嘴壺喔 其特性也是一樣可以出溫柔順的大水 但瞬間的出水力道會比月兔印稍大 穿透能力也比月兔印還強喔 這把壺的控水穩定度啊 如果讓我形容 我會形容它是一把難以操控的劍 要想操控得當啊 就得花時間練習喔 一招一氣是沒有辦法輕鬆上手的喔 好 最後一把 Yukiwa M5 這款的壺嘴也是屬於寬口4的賀嘴壺 對於這把壺啊 我只有一個詞可以形容它喔 就是非常難馴服的壺壺啊 大而有力的水柱 穿透力極強是Yukiwa M5的絕對優勢喔 但控水難度真的非常的高喔 我相信只要把這把壺馴馴服啊 其他壺款每一款是可以難得倒你的 而這款壺好的地方在於保溫性非常好 握感也是我認為最舒服的喔 整體呈現非常霸氣 一口氣介紹九把壺的注水特性真的還蠻累的喔 那我最後簡單介紹一下手窗戶的補款喔 這一把就是卡蒂塔的神燈 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一把就是Pasahiro的拿 它有非常極細的系統 那這把就是Smart Z 它有一個專利的賀嘴的壺嘴 然後這一把就是卡蒂塔與日本厭世的聯名款 它的壺嘴做得相當的特別 Takahiro的標準版 它也是屬於細口壺 但是它的壺嘴還蠻大的齁 然後這一把就是卡蒂塔的波紋賀嘴壺 它的壺嘴是尖口型的賀嘴 這個注意 職人的最愛 卡蒂塔Port 0.7銅壺 這一把Bling Bling的 然後這一把就是Yukiwa的M5 好那影片也接近尾聲了 不曉得各位還喜歡今天的題材嗎 最後木翠的每一部影片 都是我自己辛苦創作努力後製的齁 那或許拍攝的內容跟後製的效果 還沒有辦法到非常到位 但是我還是一直不斷的在學習當中齁 那所以各位如果喜歡木翠頻道的朋友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